记者苏芳和台北报道,反免改团体今天赴立法院追思日前应参加反免改抗议,不顺失足坠楼的蓝天行动联盟秘书长谬德生大批警力在立法院周围戒备,清明党立委传一节在执行时秀出为警察加油社团内容,问内政部长叶俊荣,愿不愿意去知情看看。 对此,叶俊荣表示,他日前已经走访50个派出所,对警察权益他会全力去维护基层的声音,他都听到了。 陈一杰19日执行时指出,去年设立重要勤务奖励金之后,光是去年9月4日核定后到12月,短短不到4个月,就发放了7,3356,800元,领取的人次高达163,683人次,等于警察每次出勤为安平均只领到445元,便向成为血汗保全。 今天与内政委员会再度执行内政部长叶俊荣,并且要求叶俊荣收回之前曾说警察执行工作势气其实非常高的。 这句话,陈一杰建议,叶俊荣应该要加入为警察加油这个社团,里面很多基层警察,警察阵属真实心声。 对于叶俊荣说自己去50个基层派出所听取基层远警心声,陈一杰也呛,今天立法院不满这么多警力,留言里面也说,不找你自己去执行看看,你愿意吗? 叶俊荣回应,他总是所有警察同仁留言,他在基层接触到的远警,确实也有很多困难和抱怨,很多人提。 到秦武很多,时常连地方远警都要北调支援,远警认为若有更好统筹,运作状况会更好,他们在这样的状况下,还是很认真面对秦武,这些他都听到了,他身为部长,要鼓舞警察同仁,解决他们问题。 陈一杰不满表示,请叶俊荣整体了解基层远警感受,而不只是到派出所作秀,再多干话,只会让大家翻白眼。